5种保持枕头清洁的绝妙小撇步 枕头是需要特殊保养的家庭用品之一,如果你想确保它们够卫生,如果你希望枕头能每日使用,保持枕头清洁很重要。 没有多少人注意这一点,然而枕头会经常吸收汗水和污垢颗粒,换句话说,它们是满虫和细菌最爱的环境。 很多人只是在枕头上套上一个保护套,但是不可避免的是,黑斑和蓝纹的气味会开始积累,然后我们会开始认为,是该丢掉它们换新枕头的时候了。 但是,请等一等。在采取这个步骤之前,让我们来看看一些经过试验的清洁和消毒的技巧,这些技巧可以最大程度地翻新你的枕头,而且非常经济实惠。 在此,我们要教给你,5种最棒的小撇步。 今天就来试一下吧,养成一个月至少清洗一次枕头的习惯。 1. 小苏打和醋 小苏打和白醋的混合物可以做成100%的天然产品,能净白和软化你的枕头。 这两种强效成分具有抗菌和增白的特性,有助于去除污垢和汗字。 3. 材料 杯小苏打 80克 杯白醋 125 毫升 准备 5. 把枕头放到洗衣机里,当洗衣机水注满时,加入小苏打和白醋,让洗衣机正常运作,然后取出枕头,在太阳下曝晒亮前。 2. 热水和柠檬汁 大家应该都不意外,新鲜柠檬汁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,最有效的漂白和和消毒药剂之一。 这也就是为什么,它很适合用来让枕头恢复到最佳状态。 材料 6颗柠檬汁 2. 生水 10 杯 1. 准备 1. 把水加热,水开后,加入6颗柠檬汁。 1. 然后,小心将枕头浸泡其中,如果需要的话,可以加水,直到枕头完全被覆盖住。 2. 浸泡2小时,然后,用常用的洗衣精清洗。 3. 小苏打和茶树精油 3. 把小苏打和茶树精油混合在一起,就会制作出非常棒的前洗洗衣精来护理我们的枕头。 4. 这种混合物有助于去除因时间而留下的黄字,由于它的抗菌特性,它也能去除满虫和细菌。 4. 材料 4. 杯小苏打 8. 十 5. 克 10. 滴茶树精油 5. 准备 5. 首先,把小苏打倒入碗中,然后,将它与茶树精油混合在一起。 5. 彻底搅拌,直到变成滑滑的糊状物,然后直接浇面糊涂到枕头上,浸泡45分钟。 5. 时间到时,用刷子或抹布擦拭。 4. 洗衣粉和彭沙 洗衣粉和彭沙近年来已经成为了很抢手的小窍门,毕竟,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利用它强大的功能,而且它可以让枕头看起来100%的前景洁白。 5. 这种混合物可以去除汗子和其他慢慢积累的颗粒,因此能尽可能消除那些顽固污渍。 5. 同时它具有强大的抗菌性能,有助于杀死满虫和其他微生物。 5. 材料 1. 杯洗粉 200 克 1. 杯壳有机分解的洗碗鸡粉 250 毫升 1. 杯不含氯的漂白剂 250 毫升 1. 杯烹纱 80 克 1. 热水 2. 热水 2. 有需要的话 3. 准备 3. 首先,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,避免与这些成分的接触,毕竟若接触到伤口或眼睛,可能制毒。 3. 比如,我们建议在准备混合物时戴上手套和口罩。 4. 下一步,就是将混合物放入洗衣机里。 4. 然后,在洗衣机里放一道两个枕头。 5. 加入热水之后,按正常程序清洗。 5. 成续结束后,把枕头放在太阳底下曝晒,检查不要让它们有一股难闻的眉尾。 5. 过氧化青和柠檬。 5. 只要把过氧化青和柠檬汁混合在一起,你就会得到一种强大的自制漂白剂,里面有一些神奇的活性成分,这些成分能够消除你漂亮的白色枕头上汗水和唾液留下的污渍。 5. 材料 5. 背柠檬汁,125。毫升。 5. 背过氧化清,250。毫升。 准备。 把材料放进一桶装满热水的水桶里,把枕头浸泡其中一个小时 然后,把枕头放入洗衣机,照正常程序清洗,然后在阳光下亮前 你是否被枕头上的黄字和污字困扰?其实超级简单,只要选择我们这里介绍的其中一种撇步,就能保持宝贝枕头的清洁并去除有害的微生物 谢谢观看